哪一個縣市願意換核廢料 很清楚 現在沒有任何地方願意接受核廢料 卻不反對核能花電 這一次在這個公投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沒有讓民眾知道這個結果會怎樣 比如第一題 第一題其實不用講那麼麻煩 第一題只要問 哪一個縣市願意換核廢料 很清楚 現在沒有任何地方願意接受核廢料 卻不反對核能花電 這是不能併容的兩個情形吧